尽力相及 无有间断 顾鸣思慧 欧耶大师在这一段里面讲的文字长一点 支持 这念念义佛名号 顾诗思慧 那么这个念佛 念不是口念 所以念佛了 这个念字不能加个口子 有很多人把它加成个口子 那是错误的 那他完全不懂得这个念佛的意义 念佛是心上真正有佛 中国这个念字 是灰意 你看这个字的写法的时候 你应该懂得他意思 今心 今是现在 现在心上有佛 叫做念佛 不一定在口上 你心上真意佛 心上没有佛 口上有佛 不灵光啊 没有感应呢 心上真有佛 口上没有佛 有感应 那么念佛为什么还念出声音呢 心上真正有佛 所以念出声音呢 功德很大了 自立立他了 不念出声音 对于 有相当深度沉淀 薄弱功夫的人 他能得利益 为什么呢 他见相得利益 有甚深定力 薄弱智慧的人 你心里头有佛 你的相不一样 所谓一念相应呢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你心里面想佛 佛在你心里头 佛就加持你 自然加持 你的身 放金色光明 你的下帽 端庄慈祥 他们能见到啊 能见到你身放光啊 金色光明啊 得利益了 但是 凡复不得利了 凡复看不到啊 没有这个能力啊 可是念佛就行了 这凡复耳根最利 苏婆真教体 清净在英文啊 所以 你念出声音来 许许多多众生 除了业障太深了 那没办法 他不相信 他不能接受 虽然不相信 不能接受 他听见了 听见什么 阿赖耶什的落中子了 所以 念出来 三根仆贝 利盾全手啊 这个是念佛的好处 真诚心 恳切的愿望 求生尽土 这是四会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